哈喽,大家好,我是贺慈 今天为大家带来 老司机和板娘小薇是否是情侣关系 我们都知道一句秋名山 板娘小薇的开场白 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板娘小薇 欢迎收看本周的板娘Q 这里呢,因为他们两人经常打游戏 再加上双方都互损 实况呢,他说小薇你是怎么知道老司机不刮腿毛的呢 哈,我知道啊,我当然知道啊 不对,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子啊,你们想多了 你们想想一个正常的男人 怎么可能没事要去把自己腿毛给刮了呢 别说男人了,我以女生我都懒得刮了好吗 为啥让刮呀,疼疼死了 而且是脱毛包不好用吗,为啥要用刮的呀 随随大小姐,她说多跟鸡哥要点彩礼签 哎,你为啥会突然想提到这个问题呢 难道是因为马上要过年了啊 啊,是不是被你那些亲朋好友的彩礼签给吓到了呀 再说了,鸡哥那么抠的人 彩礼,我觉得根本就不可能了好吗 不倒贴就不错啦 不过你们觉得,如果真要给彩礼的话 你们觉得给多少合适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告诉我 啊,不对不对 哎呦,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我为什么在这里跟你们讨论这个话题呢 真是浪费时间 来,当我们说过啊,当我们说过 赶紧进入下一个问题 由于上面种种的迹象表明 很难让粉丝不相信他们是情侣 老司机说过他们是普通关系 没找到原视频就不跟大家放那顿视频了 鸡哥去青岛了 那我当然是不会去青岛的 我是不会离开上海的 所以呢,各位小伙伴会担心说 我们的感情会因为距离的关系拉远了 你们开玩笑 我们的友谊是这么脆弱的吗 当然不可能的啦,对吧 鸡哥走的第一天 想他,想他,想他 鸡哥走的第二天 鸡哥走的第三天 看玩笑 我们的友谊是这么脆弱的吗 当然小薇也不止一次发视频澄清他们之间关系 这个到底是不是呢 就看时间来证明吧 不过呢,在还没官宣之前还是不要宣传谣言了 那么你觉得他们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呢 评论区留言吧 你下期想看哪一位主播与另一位主播的关系 请在评论区留言吧 我们下期见,拜拜